你們知道那種痛苦嗎 我哥哥重症 我媽病室 我爸爸接下來有病室 崩潰痛哭 黃小姐一家人已經六人染疫 七舌歲的爸爸上個月18號確診 媽媽和哥哥 嫂子及兩名孩子 也陸續感染 雙親更在確診後半個月爽爽病室 但讓家屬最痛心的是 媽媽臨終前 沒遇到政府口中的醫療量能充足 而是帶著恐懼痛苦和家人有隔 家人確診後被分送到不同醫院救治 黃小姐母親住進新北市立醫院 醫療量難 極度匮乏 兩天沒水喝 想喝口水 院方都要求確診者家屬自己送 最後找了醫院關切 才有水喝 母親最後咳到胸被剧痛 也沒什麼積極治療 想計劃性茶館也沒人幫忙 那在跟你們多生活幾年 我想要活下去 就衝著我媽這句話 我們一直打電話去護理站 還有問醫生說 我媽媽現在狀況怎麼樣 他們都一直說很忙 要不然就是用敷衍的 就好像把你放在那邊 你就慢慢的 把你打給你死了 我們照顧的病人的比例 我們是一直有在健康的 這個過程當中應該也是溝通的問題 被控訴的院區是中央核定的應變醫院 專輸新冠肺炎確診病患 但政府防疫實力破口越不越大 確診病患狂塞醫院 讓人潰堤 醫護被迫 分神乏術 死者家屬的眼淚和新鮮 自以為超前部署的政府高層 都看到 聽到了嗎 政府你們在幹嘛 你們求助到誰 你有讓這些死者怒土為安活著的人 可以安心嗎 解決裝備自臨終正 採訪不懂